马自达CX60的迷路测试究竟怎么样 一台外观看似笨重的车型 却出乎意料地拿出了超越同级的成绩 车手尝试性地试了下77公里的速度 万万没想到的是马自达CX60的转向居然出奇地灵活 出乎意料地通过了测试 推头现象要比同级别的车型轻微许多 前后轮235的胎宽在同级别当中只能说是最低标准 如此高的通过速度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 马自达的车身稳定系统 速度提升至78公里 CX60连续撞到边缘位置的三个雪高筒 尽管没有通过测试 从视频中也能看出马自达CX60 也就是差那么一丢丢的事情 这台又大又重的车型 这个成绩已经非常厉害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